我们都知道,唐僧未取得真经,足足转世了十次之久 前九世无一例外,全都被沙僧给吃了 吃剩下的头颅还被穿成项链,戴在沙僧的脖子上 而在观音菩萨点画沙僧的时候,他自己就不小心说漏嘴 说是自己在流沙河作妖的五百年间,曾有九个取经人路过此地,全都被他给吃掉了 说完还反问观音,唐僧第十世能不能到这里 如果到不了,岂不是误了他的前程 很明显,他是知道唐僧要西天取经 即使如此,沙僧为何还故意找茬,吃掉取经人的前九世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,要知道,沙僧前世作为甜品卷帘大将,位高权重 只因在安天大会上打碎了一只琉璃盏,给了主客如来佛总难堪 玉帝就下令将沙僧贬下凡间,并且每隔七日还要受飞剑穿凶的刑罚 而受了辱的老沙自然咽不下这口气,你夺我虔诚,我断你香火 于是就把对如来与玉帝的怨气,报复在了取经人头上 导致唐僧前九世全都无功而返 沙僧根本就不知道,取经人会成为他以后的顶头上司